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個素菜 這個素菜就是這個 枝竹, 牛扒, 燜這個海鮮菇 這個海鮮菇之前我也有煮過 今次再煮一次 因為近期流感流行 再加上武漢肺炎的擔心 除了戴口罩、勤洗手之外 這樣吃方面我也希望給大家一點建議 多吃一些對自身的免疫力有提升作用的食物 所以就變成之前出過幾條 都是以菌類做食材做湯的影片之外 接下來煮菜我都會以這方面為主 希望對大家有一點提議和幫助 現在我先來處理一些食材 講講份量 因為海鮮菇如果大家有買開始 是一包包計的 枝竹有三枝 三枝就是一個U字形是兩枝 再加另外一枝三枝 豆泡這裡有幾粒 七、八粒 即是一份份 五元一份 有一點蔥段 再加上一湯匙多一點的紅蔥段 待會起鍋用的 現在先處理了材料 稍後再繼續 好了,材料已經處理好了 枝竹浸完了 剪成一段段 那些豆泡現在還是蒸月頭 所以現在賣掉的豆泡 還是扁形的 不是一粒粒四方形的 所以我就去一開二 即是飛了水 用滾水飛去洗了面後的油 然後一開二 渣乾水之後 跟著那些河鮮菇洗了 本來不用的 但都是洗到自己的心理關口 也免費事 逐一條去擦 因為蠻浪費時間的 因為要煮炒的時候 反正要用一個湯汁去炆 所以不怕出水 一開始來預備蠔油汁 好了,現在來調蠔油汁 很簡單 半茶匙的糖 原來當然是三分一茶匙的鹽 跟著就一茶匙的老抽 一茶匙左右 因為老抽都是調色用的 其實沒什麼大 大作用的 如果你不喜歡泰森色 好像我那樣 就不學都可以的 但是調了這個顏色 好像比較好看 跟著呢 蠔油就一湯匙半 一湯匙半 一會兒就加一碗水 加滿一碗水 然後去炆煮 所以這個菜也是很簡單 很容易做 有點像那個包庫 這樣而已 立即麻煮煮 好,一會兒再繼續 我一會兒就加一湯匙的鹽 首先是用一個中中小火 先把這些蠔油炒 先把這些蠔油炒 這個蠔油炒 這個蠔油炒 那些蠔油炒 出了香味之後 把蠔油炒 先把蠔油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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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煮熟 再把它切開 先把蠔油炒 然後把蠔油炒 熱搭和蠔油炒 先把蠔油炒 煮好后,炒完盖 煮10分钟 用一个小时煮 煮一下 用一些水滚了 盖上 用小时煮10分钟 10分钟之后可以试味和 做好粟粉片来收汁 10分钟之后再继续 煮10分钟 试味 试味是一个标准的动作 不能试味 因为人家习惯自己的手势 然后将葱玉果倒入 葱玉果倒入 葱玉果倒入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将刚才预备的粟粉浆 将葱玉果倒入 拌均匀 将铁玉果倒入 搅拌均匀 将铁玉果倒入 大家繼續說 這個簡單經濟 又容易煮的 又很好吃的 枝竹豆撲蚊 這個海鮮菇 就已經完成了一個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朋友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了我的頻道就按一下 按一下小鈴鐺 跟著就follow主題谷IG 和把我的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給我一個like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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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